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往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人生极简啊 为什么说人生极简呢 因为呢,这几天呢就感觉非常非常忙 或者是说自从Holladay回来之后呢 就是年头嘛,像大家都知道年头呢就很多事情要做 什么很多的paperwork,很多纸张 然后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在这一直忙碌下来的情况底下 甚至有一段时间开始就很压抑啊 然后心情就觉得很烦躁 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就会静下心来,开始反思一下自己 因为人生啊,人肯定难免啊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事情 但是关键在于自己懂得去反思 懂得及时去阻止这种状态恶化下去啊 然后呢,我就在想 人家整天上班八个小时啊 然后呢,就是说忙家里忙什么的 应该是费,就是人家时间不够用 可是没有理由我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底下 刚开始半退休的时候就很悠闲啊 天天在家躺着没事干 然后滑手机就很悠闲 后来呢,慢慢的学了极简之后 啊,开始忙收拾家呀什么的 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呢,就开始做了YouTube 忽然间觉得啊,事情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觉得开始当,呃,本来这些事情之后 我很enjoy的 我是很享受的 可是忽然间年头公事也一起压过来 然后我妈妈那边的视线一起压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哦,有点就是忽然间太厉害了 自己就承受不了了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让我想到了 这个极简啊,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物质上极简 东西知道越来越简越少,越点越简越少 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事物上 其实也是同样道理的 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会take in很多东西 就会事情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而这两天呢,我在 我在干嘛呢,就是我在细心的 把家里边的财政 呃,钱,呃,就是很 很detail,很细节化的 把它列表出来,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有种懒人理财方法啊 怎样怎样的,就是我呢,一般不看 小数,我只看大数 可是呢,有些时候往往呢 在我们看大数的时候呢 花着花着就花多了啊 甚至这种固定开支 会越变越多,越变越多 当我觉得,诶,我这个大数 开始不对的时候了啊 就我就开始要详细的记录我的 我就开始详细查找 今天呢,就把 paperwork一大堆啊,堆在桌子上 然后我就非常详细的记录 总结了一下,发现 哇,真的是,当我们 就是我们的财政也好,事物也好 经常会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物质方面是一样的 像我们东西买着买着就买多了 堆着堆着就堆多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学极简 很多观众朋友都给我来信说 他们现在在家做极简啊 甚至有个朋友 Joy,Joy是吧啊 经常就是定时给我汇报 他的状况啊,极简的状况 非常非常替你们高兴 真的,而且大家都跟我说 极简下来之后那种感觉 身心那种愉快的感觉 简直太棒了啊 所以那个呢,也是我自己亲生经历过的 所以我知道,在物质上方面呢 就是我现在已经可以非常熟手了 就是有什么看到 哎,看一下,哎,不需要,扔 不需要,Joy啊 现在就完全没有犹豫了啊 在物质上面我已经克服了 那种心理的坎什么不舍啊 什么的,现在在物质上断舍离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可是在物质断舍离的情况底下呢 我又发现,我怎么还这么累呢 我怎么还是这么多事情呢 然后就发现,事物也是这样的 甚至我们花钱的财政啊 什么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我现在又开始 集中在家庭整理上面啊 希望再把事物呢 都理顺了,理清了 然后让自己呢,可以轻松一点 发现有很多东西呢 可能在,呃,就是 我现在处在家庭整理方面呢 遇到了和当初的物质极简上 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 现在呢,看身边的所有的开支 和所有的家务事 所有身边要做的事 感觉每一样都是重要的 每一样都是我必须做的 每一样都是要做好的啊 这就是我当刚开始的时候 极简刚开始遇到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觉得什么东西都有用的 都不舍得扔,都不舍得去断舍离 而我就,还好我经过 事物,就经过这个事物断舍离之后呢 我大脑清楚 就是知道 其实这里边 必定是有东西我可以减的 包括开支 包括我觉得应该所做的事物 很多东西都可以减少减少再减少 我的,可以让我的生活 真正的处在一种极简状态下 呃,就说 然后呢,我就今天就非常详细的 就是列表啦,写啦 然后整理 然后在这个paperwork里边 又再继续扔,再继续扔 呃,有一些比方说 我,我最近也找了一个好方法 就是说 我帮我家里很多重要文件 我会分一级重要和二级重要 三级重要这样分来几个folder 然后呢,这个一级重要 当然是不经常用的 比方说什么出生纸啊 结婚证啊 什么,什么,什么 入籍证啊 这种很重要的东西呢 一般我们不经常用的 属于最重要的文件 我会放在一起 放在一个folder 然后呢,我会在这个整个folder的 第一张纸上 写上第一个page 就是第一页放的什么文 放的什么文件 第二页放的什么文件 这样一次的排下来 等我下次再找资料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一张一张翻着找 我只要看前面的列表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idea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我就是没有付诸一行 都觉得,哎,这东西就那么几张纸啊 呃,排着找呗 但是我发现 当你真正的事情变忙 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 忙碌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是非常非常需要把这些东西 非常清楚的列表出来的 这样会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 就是这种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就是里边是这种透明纸的 然后里边是一页一页的 我会把 我会把家里边所有重要的文件呢 都放在这里边 然后呢,一页一页的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然后第一页纸上呢 就第一页纸上呢 就很清楚的写上 这个folder里边有什么 所以查找起来就非常方便 这样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 公司也好 家庭也好 孩子也好 各个方面 然后我们买各种各样的保险啦 甚至有各种各样 总之是很多很多 关于比方说 家里边签的什么水电煤单啊 很多重要的合同啊 我们都是有很多这样的重要文件的 然后平时呢 一般不用 但是出手 有什么事的话呢 就会用上的东西呢 我就会洗啊 一级重要 二级重要的这样的folder下 非常非常好的organize啊 做完这个之后呢 然后呢 今天呢 我又把家里面所有的开支 就非常非常详细的detail写下来 又是同样的毛病 就是 但你写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啊这个开支很重要 这个开支也很重要 这个开支也很重要 我每一样开支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呢 当我们如果真的发出意念 觉得我要极减 我要减掉这项开支 我要减掉这项开支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心愿发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是可以cut budget 就是把我们平时所花掉的东西呢 可以减少的啊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的做事 花钱和我们的物质 是完全完全类似的一样的 就是你都会这种 不经意间就买回家 我们是不经意间就把钱花掉了 或者不经意间就给自己 身上安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 当我觉得自己 我的做人的原则就是 当我不开心 觉得累 觉得烦躁的时候 我就会反思我自己的生活 哪里出现问题了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问题 是在于我们自己 不关别人的事情 是肯定是我们自己 运作的方法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反思 人就是要不停的反思 你的人生才能一个坎一个坎的过去 每个人生都会遇到困难 没有人说一生是顺顺利利 但是如果一个多变 懂得变通 懂得反思的人的话 那你的日子就会越变越好 越过越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道理 朋友说你的道理哪来的 我说我的道理就是从反思中得来的 我当我不停的问自己 当不停的问自己为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找到我的生活当中 问题当中 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并且针对这个问题来予以改正 如果我不懂得怎么改正 我就去学习去尽量学习看别人怎么去处理的 当我学会了之后 我用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哇 那的生活就改变了 不是吗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是在 现在呢 就正式在做生活极简 像我观众朋友们 要赶快的跟上了 我现在除了物质极简之后呢 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生活极简了 这指的是家务事上的极简 包括财政上的极简 很多方面 但是我现在还处于学习当中 现在只是处于初步状态下 因为 因为我今天详细写下来之后呢 还是发现每一样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不可以减少的 但是其实是可以的 就像我们的物质是一样道理的 所以呢 我们我会保持住update 在我的 还像我的物质极简一样 但我这个整理过程当中呢 我还会不停的来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心得 然后大家一起跟上啊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在完全在轻松 没有压力愉快的状态下过日子 我相信 你想你看 我现在就觉得 其实真的不是说 你有多少时间 你就是自由的 其实不是的 就像我现在 我认为我属于半退休状态下 我应该想象当中 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我的生活应该是很relax 很就是很天天没事做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的 但是我发现 这种生活在刚开始是这样的 慢慢慢慢的 我也会在 慢慢慢慢的把它填满 而且填的是越来越满 越来越满 直到自己压不 直到自己透不过来 透不过气来 所以就像你们平时也是一样的 你们上八个小时的工作 回到家要看孩子 煮饭 然后晚上还有睡觉 但是呢 如果你懂得organize 或者懂得断舍离 或者是懂得整理与极简的话呢 我相信你的生活里边 一样可以挤出时间 去让自己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自己 就是让自己很relax 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非常幸福快乐 所以我就觉得是 原来这个幸福快乐呢 并不关于时间 时间的问题 不要说 哎呀我没有时间了 我很忙了什么的 我倒有时间了 可是还是很忙 所以我就要反思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真的是不与实际 有时间还是没时间 是没有关系的 而是在于我们的运作方法 对与不对 如果我们找到好的 对的运作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一样可以抽出时间 过精彩的人生 好嘞 谢谢大家观看了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记得赶快跟上啊 我现在已经做生活极简了 拜拜 拜拜